好 大家午安 休息一下時間 我們持續關心的是 俄烏腳斬 今天已經邁入了第58天了 雖然說俄軍是聲稱 已經拿下了烏克蘭的南部 港口大臣馬利波 但是這張消息 烏克蘭跟美國都說 還要再進一步的查證 而現在馬利波的是一位 他們公布的空拍照片 指控說俄軍在當地一處村莊 是挖掘大型壕溝 看似就是要大規模埋葬 遭到殺害的平民們 而現在烏克蘭官方也統計說 大約有2萬人在馬利波嗓命 根據馬利波市議會公布的 這個空拍照片 疑似是俄軍挖掘附近的亂葬缸 是附近墓地的兩倍之大 而美國衛星科技公司也表示說 根據他們最近拍攝的 衛星影像顯示說 在馬利波西部地區 有一處亂葬缸 拿出今年3月中到4月中 拍攝的影像顯示 前後對比 發現說這個新的亂葬缸 大約從3月底就開始擴建了 而且在過去幾週 還持續擴大 表示說可能死傷人數 還是進一步的來增加 不過現在有鑑於 這請資顯示說 俄軍將在烏東地區 發動新一波的攻勢 美國總統拜登又送給烏克蘭 一個大禮包了 21號的時候 拜登就宣布加碼 向烏克蘭提供總價值 大約是台幣381億元的軍事 還有經濟的援助 而最新的軍事武器的名單上頭 出現了121架的 鳳凰幽靈無人機 這個武器其實是具有 高精準度的獵殺功能 可以集中目標之後自行毀滅 CN記者也分析說 白宮是認為 鳳凰幽靈無人機 將為烏東之戰增添戰力 俄軍的2S1是12毫米 榴彈炮披掛上陣 對準馬力波方向 猛烈發射炮彈 這項蘇聯時代的產物 讓馬力波的亞素鋼鐵廠 在經過兩輪轟炸之後 就冒出大量濃煙 俄交戰兩個月 雙方使用的武器等級 也越來越高 拜登21號宣布 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8億美元 另外還有經濟等方面 總價13億美元的援助 折合新台幣大約381億元 他也引用美國已故總統 老羅斯福推行的棍棒外交策略 強調以溫和言辭表達立場 同時向對方施壓各種壓力 CN報道指出 拜登這次加碼武器援助烏克蘭 相比上週宣布的內容 不只增量 更是增值 其中破光一下 美軍為烏克蘭量身打造的 自殺式無人機系統 也就是至少121架的 鳳凰幽靈戰術無人機系統 五角大廈資深官員透露 鳳凰幽靈無人機的性能與前幾批 送給烏克蘭的彈簧刀 無人機雷同具有監視功能 瞄準目標後自行爆炸 是一款相當適合投入在烏冬盾巴 四肢戰的武器 除了加碼軍援 拜登再度開箱 說都打了兩個月了 普丁還沒有實現目標 另外拜登也宣布新一輪制裁 禁止與俄羅斯有關的船舶 停靠美國 俄羅斯外交部也反擊 宣布擴大制裁美國和加拿大 共90名官員等人士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維杰夫強調 西方通過制裁 向俄羅斯施加了空前壓力 但俄羅斯經濟承受得住 第一輪制裁打擊 他認為企圖將俄羅斯孤立 誰也做不到 記有張力報導 當然了 俄烏交戰當然也造成 烏克蘭基礎建設的重大損壞 而現在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20號 他在對世界銀行論壇 發表演說的時候 他就提到說 烏克蘭現在需要一個月 大約有70億的美元 來維持經濟運作 德維杰斯基更說全球各國都得做好和俄羅斯斷絕一切往來的準備 他更表示說 俄羅斯應該立即被逐出 包括像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還有世界銀行等 所有國際的金融組織 他強調戰爭進行的同時 俄羅斯也在全球市場上投 採取侵略性的手段 不應該在國際機構上有立足之底 而再來關心的是 上海疫情持續擴大 上海社衛健委今天就通報了 新增1萬7千多例的本土病例 另外也新增11例的死亡個案 而其中的死者年齡最大的是94歲 上海是重要的口岸城市 外防輸入的壓力一直很大 我們必須隨時做好應對準備 一旦出現情況 第一時間抓好流料溯源 核酸篩查 轉運隔離 區域管控 醫療救治等各項工作 但是現在上海疫情大爆發 可能會影響到的是 9月要舉辦的杭州亞運 由於杭州距離上海不到200公里 是預計在9月10號到20號舉辦亞運 但現在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的總幹事 就透露了今年的杭州亞運 可能會面臨延期的可能性增大 但是大陸亞運的主辦單位 先前曾經表示說 亞運的56個競技館都已經完工 並且承諾會公佈病毒的防控計畫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水神霧化器 好 就是這台 它24小時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空氣當中的傾銷 我們現在水神霧化器也有像這樣 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霧化器 請大家上快點GO下單的時候呢 輸入我的代碼CTI 588會有蛇扣優惠